中天庭委想請教一下 現在針對疫情的發展 台北市啟動準第三級的警戒 那是否會比較就是新北持續超前部署 當社區感染持續爆發 該封城就封城 那第二個問題 針對如果升至第三級狀況的應變 是否會包含應變 醫院還有大型收治場所的啟動 謝謝 坦白講 短短的24個小時 從第二階段進入第三階段 這個進展速度相當快 但是我覺得也不需要去 製造更多的恐慌 所以現在是這樣 該封城就封城 這句話當然是對 但是我要講的是 該封城的時候才封 還沒到封城的時候 也不需要去封 那至於說 大型的這種醫療院所 其實我們都有準備 作為政府是一定有準備 但是我覺得這樣 這個我們做我們該做的事 也不用在這個階段 再去增加市民的恐慌 大概就是這樣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是歷三期間 常常有幫我們醫院還有大型收治 都有啊 各種大型應變醫院 我們這個都 我們都有算過台北市這些 台北市其實 作為台北市民最幸福的是 我們的醫療資源是全台灣最豐富的 所以我們這些醫院 只是說 我們就要開始 隨著疾病也開始在進展 我們就開始說 有哪些非緊急的就不要讓他住院 那開始把他空出來 那我們是開始 又從那些鑽著醫院 已經開始在預留空蟲 民視 市長 因為現在那個整個疫情拉升 之前疫苗沒有要打 會不會現在建議中央開放給地方 來執行買賣那個疫苗 我今天早上 我中午有看到那個網路新聞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就是說 疫苗這件事情 我要講說不然你早說 你現在等於把你中央政府的責任 全部丟給地方政府首長的責任 現在是這樣 變成我們地方政府自己要去買疫苗 買不到是我們的問題 你要講就早一點講 之前你知道我都說我們依照 在過去半年你知道 每次遇到這種問題 我們就按照中央的指示你知道 去處理 但是不可以今天這種局面你知道 中央突然講出這種話來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請問一下剛剛有提到那個衛生局要嚴厲提升大量快篩機制 請問提升到什麼程度 有沒有詳細的內容 所以這樣一般來講 我們在測這種感染的確診案例 是測那個MRN類 就是所謂的RT-PCR的技術 但那個方法是直接測抗原 測蛋白質 都是那個利口性病毒的低膜蛋白質 那當然RT-PCR來講 它會更準確 精密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有那種說 它是檢測出來是陽性 但是好像不太會感染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量非常少 但是很靈敏還是抓出來 但它量少到都不太會感染 所以過去我們在台灣 Case病例不是很多的時候你知道 我們用RT-PCR 可是你看看 就像這次議會 那議員一直在質詢 目前在台灣做一個都要5000塊 做一次RT-PCR 測那個MRN類 那如果我們不要用那麼精明 大概在CT當中 在26 它就會相對應的蛋白質量就測得到 改用測蛋白質 大概現在一個KID大概是300塊 一個一組 當然還加上人工的技術 它比較不準 但它比較快 所以我們明天早上會做一個討論 就是說 因為過去我們的策略是用 我們沒有鼓勵大量快篩 因為我們過去的策略是用防疫旅館跟居家檢疫 擋在第一線 那如果在14天內它有症狀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 那假設它過14天還沒有症狀 它感染率就非常低 但是這個量少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種策略來處理 但是現在如果一下子病例出現這麼多 整個台北市的防疫戰略可能要再改變 就是說 我們從那些有症狀的 比如說發燒的咳嗽 那直接測 那發現它是有 具備就是測到鼻腔裡面有那個 新冠肺炎 這種病毒的蛋白質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在15分鐘內 把整個程序做完 那個人就先撈下來 抓出來 然後跟他有關的家人 就通通不准動 觀察幾天 當然我們要建立一個社區資源系統 幫他倒垃圾送飯這些東西 那這個被檢測出來就放到我們的 防疫專責醫院 所以就是說過去我們在過去一年當中 相當成功的這個模式 它是應付那個一個兩個 就少數這樣幾個病例出現 可是如果一下子會出現這種幾十個 甚至說幾百個時候 整個台灣的防疫戰術 戰略的概念要改變 那戰略要改變的時候 作為檢測 可能就要從RTPCR 改成直接測 蛋白質的測法 那這個的話 我們有聯絡廠商 這個看看 因為這都是台灣的廠商做的 但是 一樣 東西來得太快 所以我們作為科學家 比方說要佈幾個點 要怎麼測 經費要怎麼弄 我們還是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思考 我們大概明天早上開個會 就整個台北市建立大量快賽的機制要怎麼做 我們明天早上搞亂話 再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 在這個時候錢已經不是問題 是買得到買不到才是最大問題 東森 市長這邊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剛才宣布說北市幾乎準第三級 那為什麼用準第三級的意思 就是三級 現在是已經可以符合三級的標準 如果準第三級現在這個都不能開 室內無人以上都要停掉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從昨天到現在才24小時 一下子要跳那麼大步 我覺得 要再觀察一下 還有一點我覺得是這樣 在整個經濟跟 防疫當中還要取一個平衡 我非常清楚 從昨天到現在 大概餐廳生意已經腰斬 四分之三以上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作為政府 在經濟平衡跟防疫之間 還是要取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常常是這樣 不叫超前步數 叫最適當的步數 那你怎麼看說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爆發 那新北市長後遺 有喊說就是 針對高危險區全面普篩 針對普篩這種事情 你有怎麼看 普篩是這樣 一般來講 因為沒有症狀的代言者 你知道 他到底用這種比較不靈敏的方式 測出來的比例是多少 這要考慮 原則上是這樣 在病例相當多的時候 採用不用RTPC 改用直接測蛋白質的方法 我是同意來 但是一樣 韓國號沒有用 你要先算算說 有多少人可以執行這個 我們叫KID 就是檢驗的組 大概可以有多少組 錢還有那個 有錢才可以買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買到東西更重要 要有人會做 所以這沒有你想像那麼簡單 所以常常是說 不要一直喊口號 我們還是 我想好會跟大家講 念蓋 念蓋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現在在這個準第三階段的話 教育單位跟學校公託 在哪個階段才會停課呢 那另外大型收治場所 是像方艙醫院一樣嗎 那方艙醫院那是最後的階段 其實我們 我剛才講過 作為台北市民最幸福的是 我們有全台灣最豐富的醫療資源 我們有八家醫學中 其實我們病床是夠 通常是到以前 連那個醫院的病床都不夠 才動用那個體育館去改成放上醫院 那個是 那個是 醫療資源比較不夠的地方 才必須這樣 所以我是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 那太慘了 那個幾乎就整個台北市真的封城 都會搞到那一步 我其實還是那句話 疫情雖然相當嚴峻 但是也不用 在這一刻給國民太大的驚慌 我們再問答就好了 市長還是想要回到封城的部分 因為雙北市共同生活圈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旦 侯市長他今天說該封城就封城 那因為大生活圈的話 那北市怎麼應應 會不會跟侯市長私底下來協調 我跟妳講 如果真的要封城的話 是要出動軍隊管制 所以不要亂寒 沖天 想再請教一下 現在台北市說已經進入了 所謂的準第三級 那針對一些措施是 剛剛有提到的部分 都是針對公有的部分 就是包括台北市政府 那另外針對像是有八大行業 有進一步的規範嗎 還有KTV這些遊戶場所等等的 還是維持第二級嗎 還是說準第三級有什麼樣的調整 好吧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其實在第三階段 你知道我們今天只是挑 最容易做的先上線 然後一樣每天會公佈狀況 昨天到今天就變化很大 我們再看 我們所以是這樣 就是說新常態 新常態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一種文化 就是隨著需要去調整 只是每個人的那種心理 心理上要更強的這種彈性 所以回來你的話就是說 反正每天會公佈進城 如果疫情越來越嚴重 我們就越加越多 但是沒有那種說 一下就全部封住 如果要全部封住的話 今天應該下定餐廳全部停掉 收財通通不准吃 全部發便當 但是一定要這樣搞的話 我跟你講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也不要製造太多的恐慌